蔡總統臉書 連續兩天PO出風災過後 台東街頭滿目瘡痞 國軍投入救災 也兩度聲明 全力協助台東人重建家園 但沒有輕力而為 被質疑只是說空話 10號上午府方新增 總統勘災行程 下午2點飛往蘭嶼 3點20前往綠島 半晚5點再到泰瑪里 6點到縣府聽取簡報 但行程硬是比行政院長晚了一天 接受民眾攔錄成情 發紅包 慰繞國軍 行政院長林全在颱風一離開後 立即飛往尼泊特重災區台東 親自勘災比總統還要快 就連坐鎮防災中心 也在蔡英文前面 尼泊特來襲的前一天 林葵就先到應變中心演練 隔天下午 蔡總統才力臨視察 看起來凡事慢半拍 但其實有策略 除此之外 過去坐鎮防災中心 馬總統都會跟地方首長 進行視訊會議 但這回蔡英文只靠幕僚聯繫 原因就在防災中心一集開設後 各單位正在盤點人力資源 屬於應變黃金期 浮方幕僚等到二級時 再跟政院地方聯繫 等到一切就位時 蔡總統才前往 有別過往蔡英文上任後 第一個颱風調整防災 勘災勘災模式 不在第一時間跑到現場 以免為了接待 浪費了寶貴的救援時間 記者陳建安 張良浩 台北報導